几个小时前,来自俄国方面的消息惊爆 乌军越过边境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对格格卡夫尔和尼古拉沃达里城镇发动袭击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乌克兰国防军 而不是自由俄罗斯军团 初步报告表明,乌军在四辆坦克的支援下 越过边境线,进入库尔斯克州 并在俄国领土推进了近百米 在此期间,乌军摧毁了俄军的一个观察上 库尔克斯甲苏地区苏扎德遭到乌军强大的炮击 最新发布的视频显示 在乌军越境装甲的装甲车上 还出现一种新的战术标志三角形 俄国对此的反应是 部署了第二十二独立机械化旅进行反击 而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声称 他们阻止了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边境地区的突破 在猫爪上看来 四辆坦克的小规模袭击无法形成有效的战力 因此此次推进可能 很可能是乌克兰的一项战略演习 旨在迫使俄国人转移资源来加强其边防防御 从而削弱其在乌克兰东部前线部队的储备 也就是说 如果俄国人可以通过入侵哈尔科夫北部 多点来进攻分散的乌克兰的兵力 乌克兰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因为俄国人也在强掺 他们的兵力资源同样捉襟见肘 最近乌克兰战场传来喜讯 乌克兰官方已经公开宣布 7代已久的F-16战机已经抵达乌克兰 并即将投入战斗 更鼓舞人心的是 这些F-16战机装备了AIM-120和AIM-9响尾蛇等空对空导弹 专门用来猎杀俄国飞机 这些空对空导弹已经通过无数次实战证明 他们是俄式飞机的必杀利器 看来俄国人的航空滑翔炸弹要玩完 地狱之门正在向俄军开启 说到俄国人的滑翔炸弹 前几天 乌军对莫罗佐斯夫斯克机场的袭击摧毁了一辆苏-34中程站的轰炸机 并炸掉机场的弹药仓库 仓库里的所有航空滑翔炸弹都被炸毁 包括100-500枚FAB航空滑翔战道 KAB-500可调动空滑翔炸弹和稀有KAB-1500航空滑翔炸弹 这是乌军在阻止俄军航空滑翔炸弹横行肆虐的重大胜利 接下来聊聊大战爆发前的以色列以伊朗行事 昨天被黄皮乌拉吹嘘为战风神的赵伊古率团来伊朗 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密谈 传授伊朗俄国72小时灭掉乌克兰的战斗经验 据称伊朗已经要求俄国提供先进武器和防空系统 未可能与以色列发生的战争做准备 赵伊古的到访表明在中东局势紧张升级 面临战争危险的背景下 俄国公开支持伊朗 猫爪认为绍伊古来到伊朗 主要是鼓励伊朗革命卫队 在中东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 以分散自由世界对乌克兰战场的注意力 为了达到此目的 他将提供一些所谓高端的破铜烂铁 来给伊朗打鸡血 据以色列媒体称 俄国人打算提供伊朗能够破坏5000公里外目标的 伊斯坎布尔导弹和电子战系统 不过在猫爪看来 如果伊朗打算依靠俄国制造的武器来对抗以色列 那么这是一场以以色列速胜的 为结局的非常短暂的战争 毕竟俄国的那些玩意儿 人们在乌克兰战场上见识过了 发动强烈报复导致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或因软弱而受到公众羞辱 这是目前伊朗毛拉政权所处的境地 毛拉们知道 如果他们的报复没有被认为是强烈的 他们将面临来自以色列的羞辱和名誉的重大损失 然而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 真正强有力的回应是促使以色列进行更加猛烈的报复 俄国人的那些东西完全靠不住 事实上 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 并决定下一步行动 而伊朗则面临冒着丢面子或遭到以色列报复的风险犹豫不决 其原因是实力不允许 他们赢不了以色列人的常规战争 与俄国人相同 伊朗擅长虚假宣传 扶植代理人下黑手等混合战争手段 但缺乏对真正常规战争的通用和应用 硬碰硬的战争经验非常有限 不过猫爪认为伊朗还是会向以色列进行报复 因为在伊斯兰世界如果无法对客人提供安全保护 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 哈尼亚在伊朗被以色列炸死 以色列遮及耳光打得伊朗我脸上火辣辣的 如果伊朗没有回应 那么他在伊斯兰世界将无立足之地 总体而言 伊朗毛神政权 希望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但又不想遭到以色列的反击而蒙羞 所以很可能再次重演了4月份的事件 当时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 那些导弹都被击落 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保住面子实现软着陆 已经有消息称 这次伊朗已通过匈牙利向以色列告知报复计划 希望以色列做好准备 深怕以色列出现重大伤亡 自本周末以来 美国情报官员观察到伊朗武中部队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军事演习 以及装备导弹的伊朗 运输起数发射器的移动 表明他们正在为击击以色列做准备 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 虽然对伊朗毛拉政权来说左右为难 忧心忡忡 但对以色列来说 却是一场独特且前所未有的机会 可以一次性消灭所有敌人 在毛爪看来 如果以色列借此机会对伊朗进行强烈打击 并通过大规模摧毁其他军事基础设施 可能会成为极度失望的 伊朗人民反抗政权所需要的推动力 从而激励伊朗人民干掉毛拉政权 在此之前 伊朗人民已多次上街抗议 让我们看看上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后 一位伊朗人的感言 它代表了大多数伊朗人的心身 他说你在这里看到的也许只是火箭 但它们却是伊朗人民被窃取的权利 每一枚都代表我们买不起的车子 我们梦想中的教育 医疗 保健 安全 这些都牺牲在了该政权战争贩子的祭坛上 我们辛苦赚来的钱 石油资源 未来都变成毁灭性的武器 落入哈马斯 真主党等恐怖分子手中 他们和这个被上帝遗弃的政权 同一种怪物 这些用我们血钱买来的武器 成为全世界恐怖死亡和毁灭的工具 这就是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的残酷事实 这个政权靠我们的苦难繁荣 这个寄生虫已窃取我们的资源为生 并将它们扭转成全球性的噩梦 多么慷慨这样的控诉 如果英勇的伊朗人民 在以色列的助力下推翻毛拉神权 其代理人也会随之完蛋 没有伊朗的物质和财政支持 这些地区主理人 真主党哈马斯支流都会被解除武装 去掉疗雅 以色列人民因此获得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所以在最后一击之前 如果软弱无能的拜登政府又要干预 继续执行让邪恶轴心拧效的升级管理 那么猫转认为 以色列有必要直言不讳的告诉美国 我们拥有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和武器 无论有没有你们的允许 我们都会做正确的事 我们不要等待敌人崛起 然后杀死我们 相反我们要奋起迎战 并在他们的雀巢中摧毁他们 胜利与荣耀永远属于正义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叫做 对